1951年10月 人民空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首次轰炸亮剑 对敌特所在的大河岛 展开轰炸行动 对于新中国空军轰炸机 再朝的第一次亮相 美国方面做出了极其严重的战略误判 美国竟然认为 一对来自欧洲的轰炸机 轰炸了大河岛 言外之意是 苏联空军轰炸了大河岛 那么美国为何会把 中国人民空军的首次轰炸作战 当成是苏联空军作战呢 本期《箭矢欲经》将为大家解答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加关注哦 大河岛地理位置非常特殊 它距离鸦鲁江口 大约只有70公里左右 对于美军来说 是个不得不占领的军事基地 可以窃听志愿军和人民军的情报 引导美军轰炸我国东北城镇 和后方交通线 严重威胁前线部队的作战 最主要的是 该岛极有可能成为 美军发动第二次人川登陆的一个跳板 所以在半岛战争爆发之后 美军立即在海空火力优势的掩护之下 入侵改岛 英机长空 为了彻底拔掉这颗钉子 1951年11月6日下午 9架图2型轰炸机 与沈阳红沓沓机场 在空军第八师第22团 第二队大队长率领下 正式起飞 16架拉11型尖机机 在第二师第四团副团长张华率领下 负责此次行动的掩护 同时还有第三师第七团出动的24架 米格15型尖机机 负责警戒支援 机队飞行员中 年龄最大的24岁 最小的仅有18岁 这批彩离开航校没多久的年轻人 将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 来保卫左部的河山 践行军人的使命 1月6日14点35分 遵照上级指令 韩明阳带领空八师22团 二大队的9架轰炸机 以每小时360公里的速度 从红沓机场出发 向大河岛猛扑过去 按照地形地标识别物 22团的官兵很快便发现了 大河岛的具体位置 敌人见我国空军飞灵 忙不迭地寄出高射炮 打出密集的弹幕 然而英雄的支援军空军战士 毫无巨色 他们在2000米的高度 利用机关炮进行还击 压制了敌军的炮火 因为本次作战行动 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到位 加上作战任务的突然 战尽天时地利人和 敌人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敌军战机连升空 都只能用高射炮进行反击 因此未造成我军的伤亡 酒驾图二 共投弹81枚 命中72枚 炸死炸伤美军60余人 防务40栋 登陆艇两艘 弹药15万发 粮食20吨 这样的战机 让美国产生了错觉 以为是苏联炸的 美国之所以能产生 苏联空军轰炸的判断 其原因就在于 美国方面认为 人民空军刚出建 没有什么经验 更为重要的是 中国轰炸大河岛的轰炸机 为苏联的图二型轰炸机 正二八经的苏联制造 这使得美国方面判断 苏联人投入飞机 轰炸了大河岛 结合当时中苏空军的实力 就发现 美国人的判断 是有依据的 冷战时期 苏联空军是仅次于 美国空军的 第二大空中作战力量 这支空军力量 经过伟大的 魏国战争的洗礼 已经有极其强大的 作战能力 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 苏联空军装备了 800多架 模仿B-29的 图四轰炸机 具备了 跨洲际轰炸的实力 如果当时的美国和苏联 爆发武装冲突 苏联的图四 将在欧洲地区 展开轰炸作战 威胁北约 所以在美国方面看来 苏联空军 既然有战略 空袭美国的实力 其就具备 空袭大河岛的实力 积累宝贵经验 美国的判断 似乎很有道理 当时的新中国的人民空军 轰炸能力 确实比较薄弱 1950年 空军能出动的飞机 也就100多架 但经过1951年 刘亚楼将军的 突击建设 我军当时的 空军作战力量 至少有1900架 可以参战的飞机 虽然1951年 中国空军的实力 有了较大的增长 但中国空军 依然无法和美国空军相比 仍是敌强武弱 但就是在这样的局面下 空军战士仍然没有畏惧 坚定地执行了任务 空军第八师和第十师 从1951年10月到11月 连续三次 轰炸美军和韩国方面 情报人员驻扎的大河岛 为中国空军轰炸作战 积累了宝贵的作战经验 经过朝鲜战场的三年较量 到了1953年年底的时候 中国空军已经拥有28个 航空兵师 3000多架作战飞机 空军规模位列世界第三名 正是朝鲜战争 让中国迅速组建起 一直有作战经验的 能够保卫祖国领空 打赢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等 现代化空军力量